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游戏 其实弹钢琴 要学钢琴跟这个有点类似 我这里随便找了一张五线谱 钢琴的谱了 它这个上边呢 叫做高音谱表了 一般我们就是用右手来弹 然后下边呢 用左手来弹 如果你把这个谱啊 这倒过来 这样呢 左手还在左边 右手呢 还在右边 这个方向没有错 只不过呢 我们看谱是这样看的了 所以呢 我们为了还是按这个顺序 所以我们把这个音符啊 想象一下 从电脑屏幕的下面 这样走上来 走到哪儿 你就谈到哪儿 这样的话就跟我们玩的那个游戏啊 就很像 为什么会说这个呢 就是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 这么一个思维的转换 让大家感觉起来 学弹钢琴 即使是小白了 学弹钢琴也没有那么难 啊 就是这么一个目的 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呢 是啊 弹钢琴 就是在钢琴谱里常见到的一个符号啊 它所代表的弹的方法是什么样 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了 通常一段谱呢 大体都是这样 比如说 啊 这是五条线啊 那下加一线是到 那我们就从到开始 然后呢 嗯 搜 啊 假设我们这就是高音普表了 那个下加一线到 到 咪 搜 啊 这三个音 如果按照我们刚刚那个说法呢 把它呃 倒过来 然后呢 往上走 先出现的这个音 然后再出现这个 再出现这个 所以就是 都 咪 搜 三个音呢 我们肯定是一次出现 一次弹 啊 一定是这样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情况 啊 二 三 四 五 下下一线 我们还会看到这样的情况 啊 它几乎是在一起的 这个涂黑我们就不涂了 啊 这个音符的斧头啊 是在一起挨着的 在一条覆盖上 然后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个 这个情况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啊 我们把这个五线谱的这个五条线啊 我们看作是时间轴 时间轴啊 它的一个坐标 这个覆盖呢 这个覆盖我们就看作是在这个时间轴上的某一个时刻啊 这一个是这一个对这个时刻的点啊 啊 也就是说表示在这一个时刻在这一个点上 三个音是同时发生的啊 那这样弹呢 就是三个键同时按下去 Do Mi So 啊 我们这里说的是只看这个覆盖 它只要在一条覆盖上 不管有多少音啊 都是同时按下去 同时弹 有的时候呢 它比如 啊 这儿有可能还有 这儿有可能还有一个 啊 看起来呢 这个这个大脑袋啊 左边右边都有 参差不齐 但是只要它都连在一条覆盖上 就表示在这同一时刻 这几个音是同时发生的 我们这儿又加了一个什么 加了一个发 Do Mi Fa So 那就是这样 四个音同时发生 那经常看到的符号是什么样呢 我们还以 啊 还以这个倒密色为例啊 还会看到一种什么情况呢 就是在这个音符的前面 有一条这个波浪线 是竖着放的 波浪线 啊 这个表示的 这个符号表示的意思啊 就是爬音啊 琵琶琶琶琶琶琶 啊 这个 爬音 那它代表的弹法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表示从最低音到最高音 依次快速的 啊 依次快速的弹过 最后呢 三个音从 就是 还是在一条覆盖上嘛 还是在这一刻呢 还是同时发生的 也就是说 是快速的依次弹下去 但是呢 最后重叠在一起 啊 快速的 我们来试一下 它的效果是什么样 还是倒密色 啊 就是这样一种效果 很快 当然不一定是三个啦 也有可能是四个 这个经常见到的是四个比较多了 啊 这就是爬音这种效果啊 它代表的弹的方法 嗯 像我学呢 我学钢琴啊 就是 当然学的也不是很多了 这到目前为止就会那么一两个曲子啊 嗯 我自己学钢琴呢 就是除了刚刚给大家介绍的那个思维转换 啊 把这个静乐团 节奏大师给套过来 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还悟出一句话 就靠着一句话 学会了弹钢琴 啊 如果你想知道这句话是什么呢 我们留在后面的节目给大家介绍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